公主是有特權的,對嗎? 是,那你想怎樣? Luigi,過來 好聽話,走過來 殘這隻 對,先殘到殘血 大家好,歡迎收看 GameplayHK 繼續Mario plus Rabbit 希望之星 上集我們就來到新的星球 這裡是冰天雪地 而現在我們進到山洞 究竟要怎樣向上進發 我看到這裡有這樣的符號 是不是要按按鈕? 應該就是 是不是要站開來按鈕? 升起了 其他人一直都做不到 我們一進來就解破這個米團 另外這個東西 前面這個也要照一照 這麼簡單? 先放了一把梯子,對 下次來就快很多了 好多錢 日藏Carrie 其路給我,你好 他們不怕冷,看他們穿結背心 對 因為他們喜歡這件沙漠 另外一圈先看看 沒有什麼特別的 這樣就走這條橋 沒錯 中間下去會有什麼? 我聽到有人想打我們 我聽到後面好像有人追過來 應該只有這隻 這個人這麼大膽 先打他 當層層層 先打他 先打他 非常容易打他,不能上來 我們在上面不斷打下去 打死他們了 趕快走到主線 應該就是前面這個洞 哇 怎麼會這樣? 戰鬥 這邊,可以 進去 怎樣? 上面有些東西 有一個道具 我們應該可以 看要怎樣上去 芝士火鍋 是不是? 火鍋就有 芝士不知在哪裏 我想要打開 我們應該要升起他 對 左邊可以躺下 左邊? 左邊那塊石板 OK 怎樣走得舒服一點 對了 那又 看到另外一個出口 先放一把梯下去 放一把梯 這邊 還要 就是蟹後 差點漏了他 這個不是凸下來的 只是手多 做運動吧 有兩塊兵 原路也是解謎 另外這個箭兔 觸手出現的時候他打算去建行 突然氣候就變得很差 老實說這次我幫天文台 這些是預測不到的 你看看 下面蚊 門外有浪 都是用這個組合 一開球 公主先過來 因為 會放大家架攻擊力 公主 走到旁邊的燃子在 打三隻 中了 那LUIGI可以幫忙殺一隻嗎 可以左右一隻 隨便打一隻,希望可以打中 50% 不要緊 我們還可以用英雄技能 誰一動就要死 對 接著就到箭兔 先打下面那些 下面那些危險,會放火 左邊 和他打中了 拔中了 可怕 怎麼打中了 這個臭人 還有在上面打 不要拍 好過分 這樣的話,先報仇 真的要報仇 公主是有特權的 是,那你想怎樣 Luigi,過來 這樣很聽話,走過來 撐這隻 撐到撐血 先站住,不要攻擊 公主 撐 又橙 報到仇 拳兔公主 差不多到嘴巴 在這裡 進去危險,不要進去 不要進去,在這裡攻擊了這隻 先攻擊了他 先攻擊 筆記公主可以走前一點 等戰兔公主可以幫忙倒血 英雄技能 就這樣完蛋了 喊牆 公主上去都可以,我想上去先 另外,還有戰兔碧姬 你加一個水屬性會不會可以 沒錯,有水屬性 看看能夠扣多少 還沒死,不要緊 那碧姬公主呢 那碧姬公主呢 碧姬公主先攻擊吧 好嗎 對,看看碧姬公主先攻擊吧 看看碧姬公主先攻擊吧 然後到 戰兔碧姬公主 打在裡面那隻 K.O.了 但是LUIGI,夠不夠? LUIGI其實應該不夠 要不這樣,走這邊有沒有機會? 譬如我們飛過去 這樣打他來 這樣就行了 都行 傷害不夠 有沒有搞錯 都是要下來,不要緊,躲在這個位置 就這樣射不射死他 2分1機會 搞定 厲害 上旋上來,就到他們 堅持 他們是技能範圍之內嗎 不怕,這個位置沒事 還沒到 公主 公主可以直接踩到這個位置 LUIGI就走到BIGI身邊 BIGI就可以踩一踩他 繞過來這邊 我們可以做一件事就是 先撐住,然後轉他來射擊 不死 不死的話,我們站在一個掩體,然後再射他 對了 LUIGI 用技能保護公主 當他一動,他就會死在這支箭上 公主要不要保險一點用技能 也好 沒有人可以打他 我們看看他們上面的攻擊範圍 好嗎 看看 就是在他的技能範圍 完全打不到我們 他們是完全不打算動的 但是完全幫不了手 很可惜 都不要緊 這個位置 戰兔BIGI應該可以踩好他 我覺得 沒錯,因為他的半掩體 BIGI向上打 打 打一打,50% 可以打死他 LUIGI,靠你 50% 成功 但是BIGI公主這個位置有點危險 你看 無精無險 幸好 不然BIGI一動就被他打 希望可以救到BIGI公主 戰兔BIGI 接著到LUIGI 你一定要中 又是50%的機會 BIGI的頭階 打不住 擋住了 沒辦法 他真的會不會走功 他會不會走功 走燈 終於走燈了 回來 有機會打得死 對面採取的策略是不動 三個站在一起 又是補血的時候 接著我們就可以 讓BIGI跳一跳 這樣 再走水管 進去 可以加工 請你吃 不怕 到你表演的時候 再見 這樣就清理了 夠了 完成 又解除到黑色 因為現在有些星洩 可以升一些星河 接著空靈星都加入隊伍 以及前面航梯都可以放下來 終於 到山的對面 這樣 放上棠梯 下面 我們的目的就是在左邊 這裡要再上去 對了 可不可以避開他 好 繼續走 又有一個山洞 對 又要鑽山洞 其實這一關我們不斷鑽山洞 打黑色的東西 還沒看到觸手 上面那隻這麼兇 這個 我先弄這個東西 是水管 試一試 但是這邊沒用 地上的石 要先移動它 可以嗎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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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到來 再弄這些東西 這邊有沒有特別的東西 應該沒有 我們應該要放一把梯 下來 我剛才看到這裡有把梯 對 之後就要落地上 落地上 把這塊石搬到對面 這樣才可以到旁邊 對 這次很犯覆 走上走下 這樣 希望可以放一些厲害的東西 走了五死死 簡直是這遊戲的似要玩法 上面有些鳥 很大 要上去 是不是在這裡下去 還要繞個圈才上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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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有錢 對 先拿走 冰天雪地 勇闖高峰 上到來 還要繞個大圈 還要繞個大圈 有支旗 你最喜歡的東西 들어옵 上去 有 有 還要繞ик 面具嘴巴裡面的握禍觸手就是造成這場超自然風暴的兇手 只要我們淨化了它就會沒那麼冷 你說得對 星河和我們有親密度 每個人都可以配置一段時間 前進戰 這麼棒? 好用很多,可以裝兩隻 我們在下面,慢慢打上去 這裡的地獄很恐怖,好像有很多鬼魂 它不是還要噴風出來嗎? 看來就會 左信角寫了摧毀石面具 電製星河很少 同樣都是打贏就會跟我們 我們要小心石面具 它會噴風出來吹走我們 可以打破它 打破它就沒問題 先裝備了 這場照用Nurigi和兩個公主 接著我們 星河就這樣配置 這關係真的 好像有史以來最難玩 還有地形看清楚風 我們才可以走 不能隨意走 我們走到一旁 可不可以撐一撐一隻炸彈 再炸了風口呢? 可以等風吹完,不然公主的旁邊會飛起 不要吹走 好 等一下 地遠一點 難不難 差一點 這樣的話 躲在這裡再打它 反而打上面那個好 打人好嗎? 是 看到它噴風出來 有一股行氣的感覺到 很冷 先下來 躲在那裡 對 接著去遲射 打爆了 這隻 試試看能不能LUIGI打中它 對,50%沒辦法 再試 過了 行運都是實力的一部分 我看到有些炸彈兵 LUIGI踩一踩兩位公主上去 接著踩一些炸彈兵 可不可以踩到呢 可以踩兩個 沒問題 這個 撐下去 不要 不要 它會爆 我們下次再搜快一點 這樣就可以扔兩個出去 你沒有焰看 沒有機會給它點火 就這個 射上那隻 對 踩前套公主 走前一點 這樣就可以用散彈石上面 這樣也不死 當然要試一試,走近一點 應用一點 搞定 散彈 很厲害 會不會不小心吹那些炸彈過來 撐著我們移到 你看 還在我們面前 扔它過去 這樣 這樣吧 立刻躲起來 但現在我們 不能走前 這樣大家 我想就 戰兔迫姬上來 LUIGI還要不能躲 LUIGI踩一踩,向左邊灌染看 這樣我們有機會可以打到 後面黑色的東西 但是 不是很足夠攻擊力 可以靠碧姬的星海 加40%攻擊力 前套碧姬可以踩一踩碧姬公主去前一點 打半掩體那隻 差一點都沒辦法 好 這樣就可以站好前面這隻 剛剛好碰到黑洞 不過怎樣都是要LUIGI給刀 這隻剛剛好適合到,沒事吧 我們要不要試試用LUIGI的技能 這次到我們監視他了 好聰明 好聰明 他們不走的 又有新的東西,LUIGI靠你 遠攻,能不能打到 再越來越多了 好,剛剛好,你看路線多漂亮 越越越高攻 413 不能召怪了 還是我們在這裡停留打這個東西好嗎 也好 出去吹風 有機會,我們最高201 拆掉了 又召了一塊東西出來 又出來,真的很煩 出來就消滅它 我記得我們有一陣被黑色的東西看得很可憐 戰兔碧姬,打這隻,整天站在這裡瞄我們 先這樣 在這邊 它叫到這麼遠 看看可以飛到哪裡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就黑,第二個打不到 這個公主可以踩一踩路易吉 接著在掩體前面射我們前面這隻 一個回馬槍 瞄我們這麼久 終於吐東西了,吐了炸彈兵出來 那邊又有一個 好 上到開,其實炸彈兵很危險 過來我們這邊 我們嘗試留守在這裡看看他們會不會走下來 上面的炸彈兵就很容易 幸好出炸彈兵,因為容易打 炸彈兵其實有一打就死了 很可惜,全部不動 不過我們要想辦法一上去就要先清理炸彈兵 對,戰兵逼機踩一踩 跳上去 先看看 不要緊 要是等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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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下面的炸彈兵上來 站在這裡打不打到都可以 躲在這裡 先打這隻還是炸彈兵 因為炸彈兵會跳下來,可能會攻擊到戰兵 好 OK 就這樣 裡面是炸彈兵大軍 哇,300多 又監視我們 又燒到 還不說 快死就死 只有44 幸好我們可以補血 逼機過去,看看學家攻 加上大家 然後移過來 這樣的話可以打死兩個 Ruji試一試 誤中了 打開英雄技能,減少他們 去到這裡補血 首先吃菇 再這樣補 幸好撐過了危機 上面很大風,但是炸彈完全不害怕 它動 打上面一隻 KO了一隻炸彈 其實上面只會出炸彈 差不多是時候有些炸彈兵都下來了 飛機公主 來多少,炸多少 沒得剩下 今晚的策略 不要讓他們嚇到 唯有,這樣打 有機會打得死 希望輸出高一點 有機會打得到 有機會打得到 其實不用怕 沒有人打得到我們 有機會打得到 上不上去 都走不到 不行 應該沒有東西下來了 是時候攻上去 我們 上來我發現這件事 旁邊有炸彈 不過 我們完全直線 也有個炸彈 打到了 OK 打到一個炸彈,還要打後面那隻 一如這樣 攻擊 躲起來 遇上最後一層 我們 這個角度 先打到炸彈兵 剪套、碧姬就留在下面 他們怎麼組裝都沒有用 這個動作要快 吹風來 OK 走吧 要快一點 衝啊,快一點 到 Lurigi 打了一隻 炸彈 弄到碧姬 應該可以撐好這隻 差一點 好 沒事,我們有炸彈 又吹了過來 50% 白血 靠你了 這個角度很帥 好嗎 好 但他也要扭過來 哈哈 還要 還要 剪套、剪套 過來 他染血 我們最高輸出是81 3血 是有機會打死他 完成 可以補血 順便補血 最終目標就是這個石面具 其實都差不多贏了,我們就嘗試被風吹到會怎樣 看看頂部有沒有掉 聖蘭妖 哇 吹完之後走的範圍很小 還有一個人 可以補血 可以補血 多了 先攻擊 等一等,公主可不可以用加工 能翻得來嗎 可以 可以了 接著到碧姬 戰兔碧姬寶刀 完成 終於完成 這關真的要靠碧姬的員工 而且他們突然很麻煩,因為會吹風出來阻礙我們 終於小了,冰在用中 還有一間小屋 這邊的鞋 這邊的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很好 大家 仍然很冷,但很好的冷 像如果你的父親是雪人 然後他給你一招 接著我們就要去城堡了 現在的暴風已經過了 我可以在那個城堡裡 可能是另一個暗瘡 我們應該要去檢查 可能是這個城堡不遠 有一個路 我們可以用它去城堡 還有一隻漁船 之前我以為它是割淺的 現在沒事了 還有,雲泥沼 有些地方在這個山上 最新的適合 我們應該要去探望 無論如何 一旦暴風 我們可以保證 最糟糕 最糟糕 Vepo 我的朋友 很棒 幾經辛苦 終於拿到一件道具 我們今集玩到這裡 下一集再探索這裡或去宮殿那邊 喜歡這個系列記得按讚 還有分享給朋友支持我們 下次再見 拜拜